你長相是直的嗎 我要看他有沒有跑 我要看他怎麼樣 是不是達成了很多心思是 他是散掉的 他是散掉的 對 他得分下去是高的 那就可以玩 對 那他點為什麼不行 嗨 大家好 我是BOSS 腿方商友 所以非常奇妙 介紹到現在啊 其實我的來賓應該要出現了 你後面怎麼沒有背後臨 哈哈哈哈 我們再一次歡迎 要把他大叔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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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集最主要是要講暗號的部分 今天有美直的代表 有 你長相是直的嗎 這個是 大專輩代表 大專輩代表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暗號 我們今天主要談攻擊暗號 有細分為短打 那打帶跑 再來是倒臉 那其實在這過程中 我們剛剛其實小關也有講 在日系的系統裡面 他其實還有在細分很多種數 那據我所知 我所知道的 短打就是一個好球才點的短打 也就是所謂的犧牲觸擊 他要犧牲自己 那讓美上跑者可以做推進 那再來有一個是好壞球一定都要點的觸擊 再來就是拖點 短打的部分 所以我是把他細分為這三個 那在母子的部分 當然要看成績 還有看你比賽的那個狀況 假設是大聯盟 或是世界大賽 或是那種比賽張力比較高 那當然也許會有這樣 因為我從來沒有到大聯盟的成績 通通在小聯盟裡有整體性 暗號 尤其是在短打上面 進來的時候會分的很簡單 包括我們的打敗法 或者是說推進 或是高低時間打 我是平常在練習就會做 可是我們分的很單純 就是可能就了不起就三種 那短打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點到投手 就是邊邊的 我們就避免投手 基本上就這樣 比賽使用的機率是遍體 因為畢竟美國之王他們 知道他們的導向就是強打 或是說稍微把我把距離拉遠一點 或者說機球輸出很快 這是比較觀眾比較focus的地方 所以不是他不注意 因為如果各位看一下他們那種關鍵的比賽的時候 他們也會用大量的戰術出現 只是機率 我剛剛講機率 比較集中在那個時間 其實賽就比較會使用 對比較少用 因為小聯盟會不會比賽的輸贏沒有到那麼的重要 相對來講還是球員自己的養成更重要 所以戰術就要做不到好像也還好 因為三十是隊伍 他們每一個球隊其實他的養殖目標其實不太一樣 如果高層的導向是以球員交易的話 那就會讓球員有更多發揮 OK 日系咧 他可能會分在一流的短打 或是一二流的短打 或者是盤壘強或決定會在短打 你要點到哪個位置 大概都會有分到很細 就是他可能一個短打 然後可能壘上不同的 他就會有不同的暗號 所以短打的暗號會要你點去哪個方向嗎 還是點去哪個方向是球員自己的判斷嗎 那基本上我們會要求選手 在一壘有跑者的情況下 是盡量把球點往一壘方向去 那如果二壘有跑者的話 我們會盡量把球點往三壘的方向去 這是一個大概念大方向 為什麼二壘有跑者要把球點到三壘方向去 要吸引三壘手出來處理球 那三壘那位置 三壘包上就自然沒有守備員 所以二壘那跑者可以比較輕鬆的可以到三壘 現在日系球隊他可能就還有分 強迫局分這個短打 好壞球都一定要點 那三壘跑者 強迫局分我們知道他三壘跑者是必須先起跑 那在日系的風格上他可能就會 三壘跑者不起跑 但是他打者是用點的方式 但是他是可能選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去做觸擊 他那一顆球就不是每一顆都一定要點 但是點到的位置就是他要求的位置 那可以讓三壘那一位跑者可以進來得分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比較少見的 甚至在國內也是比較少見 我也是提出 怕了啦 怕了 說了 那大雙倍的代表 可是我已經大雙倍的時候是投手了 我都沒有這樣 第二番案號 打帶跑 有分打帶跑跟跑帶打 基本上就是區分為這兩個會是比較大眾 打帶跑就是以打為主 而以攻擊為主 那跑者的話也是會做像道理一樣的提前起跑 打者的話就好壞球一定都要去做攻擊 而且要把球打到地上去 我覺得打帶跑這個戰術 不一定要打往地上去 當然在沒有人出局的情況下 可能就是要強迫自己把球往地上打 那在一人出局的時候 如果這樣下打帶跑戰術的話 其實我認為是可以把球急得強勁 急得平 讓他行程有機會是一個長打 讓你的跑者是可以不只進一個壘包而已 我覺得這才是打帶跑的用意 我如果只要你進一個壘包 那犧牲這個打者的話 那我就短打就好 我幹嘛要下打帶跑 再來美直 會相較比純粹短打 推進會擺得更常見一點 一個最原則的狀況是 依照你面對的投手 依照你壘上有多少人對不對 出局數分數 這些都會影響著 要執行的這個層面 比如說下輪 可能就真的 我打地上 我可能產生 讓他們產生失誤機率會高一點 對不對 那假設我知道他們的外引移動數 範圍沒有這麼大 剛好投手又沒有那麼快 打者是三四五包中心打折的時候 以上跑者又是速度偏快的話 我可能一個一人安打 我可能換一分 他不用到兩隻安打去換一分 就是看我們要怎麼去交易這件事情 下這個戰術 他的下下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只做這個戰術的話 如果後面沒有串 就會失去掉當下那個戰術的意義 好 這是原則 近年來很要求XBO 就是擊球出速 我能不能再完成這些戰術 但又不影響我的擊球出速 這比較重要 因為假設我今天不管打平的高塔 還是魂力球 可是你打一個88m的球 或是就是140 130的那種很正常的魂力球 然後又打到中線怎麼辦 那很容易雙殺 在美磁前進去是我們會講打得好 可是我們會往二雷以外 就是我往兩邊打 因為當時到了二雷是會進去他人對不對 如果萬一直接揮空 是不是要丟 你就往二雷 那我們就盡量避免打這個位置 對中線位置就很容易雙殺 如果投手攔截還就算了 因為他轉身反而還要一點時間 可是假設就是強健魂力球的話 以前啊就是比較常在做的就是說 我要比較偏 直接很刻意的往下看 讓他成為這個魂力球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有強健的魂力球 或是讓他有機會可以至少飛過內野的話 我的軌跡不是往下去打 我是要瞄準球稍微偏上防一點點就好 可是我會讓本身不要去改變 你如果單純這樣 可能就喪失掉你擊球的出速 那如果要減掉10球出速 就回到剛剛我們後面就短打就好 我們就絕對很慢的跟絕對很快 兩個去做選擇球 這是數字上講的 不是那個單純我們單純這樣講 但是這個是需要練習的 所以為什麼你們現在看到的科班球隊 他每天都重複的在做練習 甚至到職棒球隊也是都一樣 來日系的 日系的打帶跑 因為我玩那個實況野球經驗 我忘記第幾年的時候 哪一年的大聯盟說 你打成鬼一球行程 還打機率最高的 你至少要打到一百五十幾公里以上 我行程在哪機率才會大 如果打到一百四十公里的 他機率很低 可是當我出速打到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的地球 他一下子就過那一天了 打帶跑的部分 如果累上了跑者 他如果看到是平飛球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 跑者就不用再回來 你回來也沒用 那你倒不如去拼他 平飛球 結果他可能就是掉球 如果真的雙殺了 那本來就是你當事教育 應該要去抗這個責任 那就是一個獨補 但是對於選手來講 我認為打帶跑 如果是跑者 平飛球就不要回來 但是高飛球要回來喔 OK 這個一定要記得 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平飛球還有分兩倍 一個是第一個平飛球 一個是稍微就是仰角 如果用仰角去看的話 可能高於十五度以上 就是他可能會有機會飛到外野 那一種就可能就需要 我就需要看一下 因為反正絕對會超過內圓 可是假設他打出來 如果你是當跑者 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再挑可能 只要那個球 是在你的帽簷的這個前面 你灰在地空的平飛球 那如果他又是Head and Run的話 對就像剛剛 阿倫剛剛講的 因為來不及啦 反正你已經到一半了 那時候已經差不多要快跑了 我們現在看伏頭 或是Couple 欸? 放假喔 2015年到2017年 他們有一個引測就是說 如果一壘有人 然後你做短打 回到剛剛的 短打推到二壘 反正他打機率是兩成多而已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壘有人 你是做Head and Run 或者是 那個直接讓他打 你打機率可以接近四成 因為打者不會有擔心 你看剛剛 你剛剛講 我要看他有沒有跑 我要看他怎麼樣 是不是打者的很多心思是 他是算掉的 他是算掉的 對 比我正常打來的低的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除非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虎手可能Cut Up不好 或是他今天變化球很快 有一些特殊狀況 對 或是他的Count 是在變化球的狀況下 或者是 跑裡真的是Billy Hamilton 那種超快的 或者是跟小冠要快 叫精進跑者 相對的 就去年忠信兄弟 他的短打戰 使用很多 大家不要說 他們就只會點 只會點 你們有沒有想過 他們會不會是 他們有一套他們的系統 他們的統計 他們的打擊可能比較高 他的得分下去是高的 那就可以玩 對 那他是點為什麼不行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球迷 也不要過度的去說 他就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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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點過去他有四層打擊 教練這樣的作戰 其實我認為是合理的 因為有時候是真的 心急就點他那有點 忍不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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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直在閃著 他忍不住 跳出來扛喔 第二棒是你 我覺得 點OK 可以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暗號 其實是 跑代打 那跑代打這個戰術 是要如何執行 其實他就是 以跑為主 那可能跑者 那個跑者可能速度 倒壘成功機率是比較高的 跑者他就像倒壘一樣 像打帶跑一樣的去操作 差別就差在打者 打者他就是 好球帶放稍微大一點 好攻擊的球 他去做攻擊 那萬一這顆球是壞球的話 臉上的跑者他可以像是一個單純的倒壘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操作 那這個下暗號的時機點 下打帶跑或者是下跑帶打 就是由教練去觀察這些選手 他的到底能力是怎麼樣 他的攻擊能力是怎麼樣 甚至是他得點圈打擊率是怎麼樣 我最終就是我要最快的效率 我能夠讓他完成四個禮包回來得分 因為其實 跑者在跑的時候 他產生的分心不是只有打者 投手跟對方他也會分心 假設說真的有可以證明說 這個投手或是他們這個頭骨搭檔 在這個狀況出現的時候 他們試圖機率比較高 恰恰我會優先放左打 如果是左打 而且他會放速度夠快的狀況下 我打優玩野機率會高一點 這個時候如果去六塊抱 我有機會至少可以到三連 或者是會頭分 還有另外一個原則是 那個捕手卡可能 他的失誤機率比較高一點 或者他的投履的時間比較短 還有一個很關鍵 投手使用的時間 就是他抬腳要結束的時間 這個這個 通常這是一輪教練的工作 就是要去按碼錶 去知道 告訴跑者 還有告訴三連的教練 到底 適不適合在這個 count 去做這個動作 我那個是要保險 我失敗沒差的那種狀況下 我才會以跑者為主 你不要說九分還做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終止有終止的玩法 哈哈哈哈哈哈 那幹嘛 最近蠻恐怖 哈哈哈哈 那這個話題我們在教訓那裡 也是有做開設的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如何看暗號 我也曾經遇到過很多暗號 全身上下都是暗號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 他哪裡才不是暗號 我有看過頭頂後面都是暗號 他把頭分成三等份 帽子 頭頂 後頭勺 胸部分 左胸右胸 光一個短打就四個暗號 打在跑 跑在打 OK就這兩個 那再來還有 道雷 一三雷的道雷有 單純的道雷 還有一三雷的雙道雷 鞭池道雷 又三個 選手真的記得住嗎 有時候你注意看 三雷之道雷他都會戴手錶 要不然他就會戴個什麼手環手鏈 他是為了讓選手可以更好的去記 左邊或者右邊 這一手戴手錶那一手摸到 這一邊就左邊 那左邊是什麼暗號 當然最單純的可能就看最後一個 要不然你就看第一個 有一個啟動 那啟動之後 這裡可能打在跑 那我就隨便摸大家看 其實他就是看那個啟動 下一個暗號 是什麼 就這個暗號就成立 那我有看過啟動之後看第二個 喔啟動之後看第二個 喔這樣子就是成立 那再來我還有看過 啟動之後還要摸到暗號 在鎖的 我有看過鎖的 這麼多層加密 對喔 加密欸 假設鎖一樣在帽子 啟動人在帽子 他就變成 那假設這裡是打帶跑 他可能就隨便亂摸 我起了之後 看第一個 看到了之後 如果沒有回來 就沒有執行 但是如果有回來 這個暗號就必須去執行 我有看過 沒有人出局的 看第一個暗號 一人出局 看第二個暗號 兩人出局 看第三個 哇靠我怎麼算啊 都超過15秒 所以還是比較喜歡打國際賽 用講的 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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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帶你的夾 夾手帶你夾 夾手 夾手 其實在很多狀況是 對方也都知道大概在這個時候 會出現什麼狀況 因為都打到職業了 讓他知道了 沒有怎麼樣 因為重點還是在執行 如果他把精力更多 是放在怎麼執行 而且正確執行 我覺得那一塊會比較重 就打假球的話就定當年了 什麼 就是一定要執行到對方 所以我也是看 台灣啟示錄的分析 台灣啟示錄的分析 好啦 今天這個暗號的部分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你們 有什麼樣 特別的經驗 或者是有什麼樣看法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 給我告訴我 欸我剛剛講的是節目效果 那個我剛剛講的 有 你玩的喔 好啦小朋友歡迎 今天再分享 別打開小鈴鐺 下巴大叔的頻道 教學的頻道 還有 舊的頻道 對阿今天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拍攝了兩集的題材 那我們看哪一集先上 我們可以再回推 再去看另外一集 對有在打球的人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也是我們一些經驗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沒給我 是一個很好的 非常不容易